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創富激發點 我是Christy 鄭麗儀 今天和大家關注財經業是甚麼呢 就是歐債危機有沒有轉機 因為歐元區第三大的經濟體系 意大利最近要求中國作為白武士 邀請中國購買相當大量的國債 去舒緩一下債務危機 究竟是否成不成事 還有沒有方法解決債務危機 另一方面除了請人幫忙做事之外 意大利自己也要做些事 所以國會通過了 涉及540億歐元的緊縮開支方案 究竟可以幫不幫到他們自己呢 今天請來的嘉賓 就有鄧澤彤 阿力和你分析一下 大家好 其實看歐洲的形勢 全地球都很關注 也影響了美股 港股 歐洲 甚至國內股市表現 是呀 想問一下 好像說你請中國做這個白武士去幫他們 其實對這個自己意大利的國債 是否真的可以幫到呢 另一方面 其實中國有些人士都很反對 資料大風險的嘛 是 其實看上去是有趣的 整件事情 我想除了經濟層面之外 政治層面都是一個 我們經常擔心和關注的地方 其實想一想 意大利的國債是 息率是高 但是大家都不是擔心 到底息口高不高 有沒有投資回報 到底財務的問題 會不會是做惡化下去呢 債券的還款能 人家政府的還款能力 是不是很強呢 這些才是關注的地方 老實講 中國就不是貪錢 也不是真的需要錢 今次真是 如果買意大利國家的債券 或者歐元區任何國家的債券都好呢 我想是一個 顯示自己國際上有地位 有能力去幫人 一個經濟體系 一個強大經濟體系的動作 我想政治意味是大些的 但是反過來去想 其實這樣去買 是不是真的有意思呢 是不是真的幫到很多呢 我覺得是很值得相確的 所以其實國內都有不少聲音都說 你要拿出去幫人 沒有問題 但是到底這個數目是多少呢 在於我而言 我相信呢 最終都會買一些歐元區的債券 是不是意大利是一件事 還是別的國家是另一件事 但是力度和手 就是那個鎚 就不一定會很大鎚 總之呢 覺得中國呢 都會助他一把 不過就看看那個量是多少 因為始終 中國都想顯示自己的經濟實力 另一方面呢 剛才說到 意大利那邊呢 自己都幫幫自己的 國會通過緊縮開支政策 涉及540億歐元 但問題就是呢 意大利的國債有近2萬億歐元 沒錯 那其實區區的500多億呢 幫到多少呢 其實都是令市場安心一點的 也都老實說 就算是現在歐元區 不少國家都推出過 或者之前談過很多的滅赤方案 或者減赤的措施呢 其實真的做得到的 又有多少呢 所以大家都明白的了 所以其實究竟回到 開頭那個位 到底中國是否真的想救 是否又真的救到 或者他們自己是否搞得到呢 老實說 其實他們自救就好些 始終呢 財政問題都還是比較困擾 我們去過偏封一點的看法 其實市場上面 有很多人都仍然相信 例如中國如果去歐洲 買意大利債券就最好了 可以穩定的市場之外 也是解決大家擔憂 因為現在市場最擔心的是意大利的問題 但是其實呢 老實說 意大利的國債 好像剛才例如說 1.9萬億 那其實數字真的多大 那到底中國可以買到多少呢 大家向金專四角求助 但是援手了 沒錯 中國的外戶儲備有3.2萬億 難道真的會拿2萬億去救好意大利嗎 不會 所以其實就算是買 都是象徵式買少許 其實有幫到多少呢 反而呢 穩陣來計 我覺得 如果中國是想片視出自己的政治實力 有可能買一些德國 或者法國的國債 雖然兩個尺寸不是很大 或者回報不是很吸引 那就將舊錢 留給德國和法國的判斷 去決定到底 應該怎樣去幫歐元區的其他國家 這個可能會是另外一個做法 你這個體法會這麼間接去這樣做嗎 因為其實如果你說直接投資在意大利國債上面 其實有兩三個問題 正如你剛才所說 1.9萬億是大家面對的負債 但是它自己呢 就算你說減完赤 都是講了五百多億左右 但是衍生的問題就是 好了 如果再搞不下去 傾向情況狀況的話 可能它又要再伸手 其實我想中國 未必會是一個很大的意欲 去做一個長 就是背上這個長期的包袱 萬一它買完意大利國 就下次又要再集資 可能它又要再買又要再買 但是反過來 它支持整個歐元體系 其實有很多的方法 倒不如等歐元體系裡面 一些比較主要的國家 德國的法國決定怎樣幫忙 可能會好些 嗯 是啦 看回港股表現先 因為之前的消息都不是那麼好 港股都插水 近來有些好些消息出來 都升回一些 今天好一些 全日升了136點 收報19,181點 成交是678億多 那想問阿力 那接下來 怎麼看後市 會不會有些好些消息 刺激一下呢 先說一說 因為昨天是一個 就是星期三 是一個很重要的走勢 是一個單日轉向的訊號 那由高位開出 然後跌到去 其子少了18,600點之後 反彈回到去 能夠倒升收市 那接著今天都是向上 其實都是反覆和波動 不過有兩點值得去同意和考慮的 就是昨天下午 即大約是說一試 18,600點 18,800點的時候 其實其子的成交章數是很多的 有很多是其子沽本一次過沽下去 但是轉過頭就被消化 並且接著進入一大堆的買本 就掃上去 那可以斷定就是那些水平 18,600點應該是初步好友 建立其子倉位的支持 那今天同樣的情況 在18,900點 中的水平出現過 所以其實兩個部分 18,600和18,900 都是一個短線比較重要的支持 只要守住兩個水平 應該有機會再上 上面先看二萬點和二萬一千點 我看到有些分析很誇張 說到恆指接下來跌到去萬六點 你覺得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其實如果跌到萬六點 其實我認為形勢要突然轉得很差 譬如真的有歐洲國家違約 或者有銀行出現問題 可能真的要救助或援助甚至 不想要有更多嗎 你會這麼強迫 你會不會想要 你會不會想要 然後你會想要